一个KFC服务员站在柜台后面,朝黄老破鞋他们招手。 先生,您请到这里来点。 黄老破鞋点完了三个鸡腿汉堡,问服务员。 你们这饭店菜也太少了。 唉,将就一下吧,你这儿有啥酒水呀? 先生,不好意思,没有。 啥玩意儿啊,没酒,没酒你们开啥饭店呢? 黄老破鞋有点恼火,挺不情愿。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 黄老破鞋拿着汉堡兴兴的离去了。 唉,那拉倒吧。 十几分钟后,肯德基里面的人就听见了个儿的好啊,八笔马呀,六六六的画拳的声音。 众人惊恶之下转身望去,赫然发现黄老破鞋等三个人,每人左手抓着一个鸡腿汉堡。 右手边各放着一瓶五十二度白酒,边画拳边对瓶吹呢。 店长过来说了。 先生,不好意思,您能安静一下吧? 黄老破鞋义正辞言? 你这里写着禁止画拳行令了吗? 店长被黄老破鞋给问愣住了。 没有,估计全中国第一波来肯德基喝酒的就是黄老破鞋他们了。 黄老破鞋更加理直气壮了。 那我们画画拳怎么的了? 不行啊。 店长是个小姑娘,被黄老破鞋问了一愣以后,又想出了点心词来撵黄老破鞋他们。 那我们肯德基这里没有自带酒水来吃的? 黄老破鞋看起来挺悲愤。 谁想自带酒水啊? 你们这里没卖酒的呀。 这酒我跑了大老远才买回来的,你以为我愿意啊? 嗯。 黄老破鞋不依不饶。 你们这是饭店吗? 嗯,当然是。 全中国有不卖酒的饭店吗? 先生,我们这不是中国的,我们这快餐店是美国的。 爱哪国就哪国,在中国开就得遵照着中国的规矩。 我就在你这儿喝了,你爱去哪儿告就去哪儿告,法院是你家开的。 黄老破鞋说完这句,再也不看店长一眼,表情凝重的轮着拳头开始划拳了。 发匹马? 店长无言以对。 两小时后,黄老破鞋等三人搭着肩膀最熏熏的离开,光荣地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在坎德基喝多的第一人。 当二狗听完黄老破鞋最后那句,在中国开饭店就得按照中国的规矩的时候,对黄老破鞋景仰慕仪,过去十几年对他的恶劣印象一扫而光。 二狗举以上黄老破鞋与肯德基之战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论证两件事。 第一,当地人民向来都不在吃喝玩乐这几个方面装,连黄老破鞋都不装,还有谁装? 第二,巴黄叶总会的确十分迎合当地人民的口味,本土化战略十分成功,营销方面远比肯德基灵活,生意也更为火爆。 正是这次张岳、赵宏兵等人去这家巴黄叶总会引发了一系列血腥残杀,使张岳真正拥有了实业。 张岳等五人到了巴黄叶总会的时候,小北京已经路都走不稳了,满口胡话呀,印象中小北京上次喝多还是赵宏兵和高官分手那次。 据说他们进叶总会大门的时候,煞势疯狂,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小混子,不停的跟这几位大哥打招呼。 哎哟,张哥,来了?和张岳打招呼的最多,混子们都以认识张岳为荣啊。 哎呀,富贵哥,最近去哪儿了?认识富贵的也相当不少。 哎哟,红兵大哥来这玩的? 跟赵红兵打招呼的混子并不多,因为年轻一代的混子根本就没机会认识赵红兵。 1993年,当地的青少年混子对赵红兵这个名字已经有了接近徒腾崇拜似的膜拜。 枪鸡二虎以及逼离老棍子跳楼等一系列事迹已经作为传奇在传送了。 全市的人都认为赵红兵家里肯定有个小型弹药裤啊,他和他那帮兄弟几个,个个都是拿起枪就敢开的硬茬。 其实二狗知道,那时的赵红兵最厉害的武器恐怕就是他饭店后厨的那几把菜刀了。 和小北京打招呼的多数都是一些他饭店的常客,哎哟,深野,今天有空啊? 几个人在动人的簇拥之下上了叶总会二楼的一个小包间,既可以避免被人打扰,又可以看见二人传等节目。 刚进了包间,小北京就呕吐起来。 张岳吩咐,哎,富贵,九哥,馋深野,去洗手间。 赵红兵很是纳闷。 哎,张岳,怎么是个人就认识你啊? 和我打招呼那些啊,我多数都不认识,他们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们,没几个能叫出名字的。 哦,早就听说你混得不错啊,哎哟,这里怎么这么吵啊? 赵红兵一时啊,不大习惯这个气氛,他入狱前全市连一家低厅都没有。 张岳想起了刚去洗手间的小北京,哎哟,咱们的深夜呢,还没吐完呢? 这时雄壮的军乐响起,夜总会的节目开始了。 赵红兵听到军乐特别有感觉,抚下身向一楼中心的舞池望去,只见军乐声中四个一身银灰色短裤复胸的衣裸暴露的模特, 拖着一面鲜艳的红旗,买着正部,走进了舞池。 这几个模特的正部,披得极为规范,如果不是穿得这么少,再换上一身军装,说不定还真有人会以为这是一帐队呢。 当地人民啊,就爱搞这些土不土洋不洋的东西,夜总会演出之前突起,奏歌,也就是当地人民能想得出来啊。 赵红兵看得津津有味,他也觉得这四个轻吞亮丽的女模特手托一面红旗很有趣。 当赵红兵煞有兴魏的看着几个模特的时候,忽然听见全场哄的一声笑爆了。 赵红兵定睛的一看,这几个模特身后啊,跟着一个消瘦但结实的身影, 这个人光着膀子,面带微笑,腰杆比直,指高气扬,踢着比这几个模特还规范的正步, 一气风发,有板有眼的向场中心走去。 这人,正是已经醉得不知东西南北的小北京。 事后小北京回忆说,好久没听到军乐,酒后一听到军乐,就按耐不住兴奋,激发了表演鱼。 刚吐完的他,借着酒劲,就跟着这几个模特走上了台了。 神爷,好样的,神爷,牛啊,走得好。 认识小北京的人都开始起哄了,因为他们都觉得小北京这正步走的实在是太有板眼了。 不认识小北京的人也开始起哄了。 实在是太牛了。 受到大家鼓励的小北京依然面带微笑,继续跟在这四个模特身后,一丝不苟的踢着正步。 他一向热衷于表演,但是他一直忙于饭店的经营啊,很少有机会出来玩。 这次来到了如此热闹的场合,不登台表演表演,他也就不是小北京了。 就算把他放到国家大剧院,他肯定也敢表演。 他一向自认老子天下第一。 赵鸿兵看见一本正经踢着正步的小北京,实在是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哎呀,那不是小申吗? 张月一看也乐坏了。 这时候,军阅结束,小北京以军人最标准的立正姿势,站在几位模特的身后。 这时全场的观众都已经被小北京逗得笑叉气了,一团乱红红了。 但无论是正步还是立正,小北京始终是一丝不苟,十分的认真。 他越是认真,观众笑的就越厉害。 可是叶总辉的主持人弄糊涂了,这算是哪出屋啊? 没安排这样的节目啊? 怎么办呢? 继续吧。 这个主持人显然不认识小北京,也不知道小北京是跟谁一起来的。 走哥! 主持人按程序喊完以后,示意叶总会看场子的人,把小北京拉下来去。 雄壮的进行曲响起来了,小北京微笑的表情转为严肃、庄重。 啪! 一个立正,敬了个正宗的军礼。 目光凝视卷方若有所思啊,台下的观众笑得更欢了,都被小北京出众的表演能力和认真劲儿给折服了。 大家都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夸奖小北京了。 沈爷!沈爷!沈爷! 这时候,看场子的人有点不识趣,缺乏娱乐精神,当时就冲上去两个拉小北京。 小北京的上衣不知道拖到哪儿去了,这两条大汉就抓住小北京正在进军礼的胳膊了,拼命的往台下拉。 小北京正在表演的兴头上呢,被这两个大汉拼命的一拽,火气有点按耐不住了。 赵红冰、小北京、张月、李富等人,早已经是在当地大名鼎鼎了,无论走到哪儿,都被人叫一声歌。 小北京什么时候受过这气啊? 这两个看场子的认识张月,但肯定不知道小北京是谁,如果他们知道了,肯定打死也不敢啊。 小北京回头喊了一句, 你放开我,走歌呢? 那两个大汉还都不放手,哎呀,你给我下来吧。 激昂的歌声中夹杂着凄厉的两声惨叫。 小北京一脚踹飞了一个,又扭脱揪了抓他手的那条大汉的胳膊。 叶总会里的笑声戛然而止,一下子沉静了下来。 看场子的十几个人,看到两个同伙被打,齐齐冲向了站在台上的小北京。 看着这十几条汉子,小北京微微一笑,拉开了架势,迈出公布,双手一摊。 台下有人就惊叫了,我靠,佛山黄飞鸿来了。 小北京摆出了黄飞鸿的经典开场招式。 小北京这招啊,就是跟他刚刚看过的电影《黄飞鸿之诗亡争霸》中的李廉杰学到的。 这姿势是正宗不亚于他走的正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地娱乐场所看场子的人, 是由一群身着奇装异服的社会贤散青年组成的。 其实啊,就是一群打手。 当然了,现在当地的娱乐场所看场子的都已经穿上了制服了, 让人感觉正规的许多, 但还是换汤不换腰,地皮本色不改。 二狗暂且把看场子领头的人叫做范进。 看到同伙被打以后, 这范进带着十几个二十出头的矛头小伙子一拥而上, 斜着一鼓风就上来, 恶战在即啊。 尽管眼前这十几个小伙子各个赤手空拳, 已经喝得晕头断向的小北京虽然伸手极其的出动, 以一人之力也绝难对付, 此刻已危如雷软。 当地人民向来酷爱争勇斗狠, 尤其是在巴黎夜总会这样的场所, 更是几乎夜夜有恶战。 所以,能在巴黎夜总会看场子的人都是如狼似虎。 在这十几头豹子即将冲到小北京面前的时候, 小北京的智商又一次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 是的, 再凶险的场面深野从没栽过, 这次也不例外。 住手, 走别动。 小北京蛇战吞雷, 自证枪圆地怒吼了一声, 黄飞鸿的标牌招式变成了交警拦车的标准驾驶, 手型转换之快, 动作之标准令人折捕。 小北京这一声怒吼把大家都给吓得呆了, 就停住了脚步。 怎么回事? 怎么有人在打架前喊别动呢? 难道眼前这光着膀子醉得一塌糊涂的人, 就是传说中的警察吗? 这十几个矛头小伙子毕竟阅历少, 江湖经验不足, 他们只知道该动手的时候一拥而上, 制服肇事者, 却想不到小北京来了什么一招。 他们可不知道这是小北京打架的时候惯用的伎俩, 就是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你领头的范进停下了手, 刚要开口说话, 话没说完, 范进的面门被小北京端端正正的打了一拳。 小北京虽然已经醉酒了, 但依然出手又快又快了, 就这一拳已经打得范进眼冒金星, 鼻血之流。 红兵, 张月快下来。 小北京这一拳打出的同时, 张口喊了救兵, 其实这时候赵红兵和张月已经从二楼上跳到了一楼的沙发上, 只是一时没有赶到小北京旁边。 刚缓过神来的十几个看场子的小伙伙, 看见小北京一拳把范进给打翻在地, 刚想动手, 又听见小北京在激昂的歌声中喊出了红兵张月这两个名字, 一时间没人再敢动手。 那是因为没听过赵红兵的人肯定听说过张月, 没听过张月的人肯定听说过赵红兵, 如果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一个都没听说过, 那他肯定是个龙兵。 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在当地那是无人不想啊, 正在这些看场子的人进退两难之时, 他们后面忽然阵脚大乱, 几声惨叫传出。 他们回头一看, 身后有两个人挺着两把大套卡王扑了断, 冲在前面那位面无表情, 衣服袖子很长, 基本上遮住了手中的卡王, 但出手极快。 一两秒钟之内已经连捅了三人, 杀出一条血路, 马上就要和小北京会合。 从他们身后扑上来的正是富贵和表哥, 出刀的是富贵。 他们在洗手间里扶着小北京吐完, 一软眼不见了小北京的踪摇, 出来的时候发现小北京正在和范进等人对峙呢。 富贵和表哥二挂没说, 掏出卡王就从打手后面出了这儿。 富贵一出手就捅了三个, 据说富贵极少出手, 但出手必见铁。 在张岳手这个富元大将中, 就是富贵化费手而起, 最不爱出风的。 但江湖中人都知道, 富贵才是张岳手下的头号战相。 刚刚站起来的范进眼前出现了一把明晃晃的卡王, 这把卡王那时候距离他只有一米左右, 这时候范进干了一件最缺德的事。 此事堪称当地二十世纪九年代出混费了奇尺大的武。 他见到富贵的刀子逼近他的面前的时候, 心惊胆战的他居然劈手拉过了一位举着国旗, 被眼前的血栈吓得瑟瑟发抖, 不敢动的模特躺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拉来了女人做挡箭牌啊, 富贵捅向范进的那一刀, 着着时时的就扎在了那位年轻漂亮的女模特的尖颊骨上。 据说那一刻, 全场再无一夫剩下, 上位反应过来的女模特睁着大大圆圆的眼睛, 错愕地看着眼前的富贵, 一向面无表情的富贵, 也以同样错愕的表情看着这位青春亮丽的女模特, 刀慢慢地从女模特裸露的肩膀上拔出来。 富贵呀, 默默地转头走了, 一句话也没说, 富贵手中的卡王已经扎在了很多人的身上, 但他肯定没想过有朝一日会落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的身上。 歌声中指, 鲜血从女模特的肩膀涌出, 据说那女模特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只是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口, 女模特倒地, 就倒在那面鲜艳的红旗上, 鲜血红旗倒在红旗上的美艳女模特, 绚烂的灯光鸦雀无声的人们, 这些就是那一夜的巴黎夜龙会。 据赵鸿冰后来说, 他从入伍到后来混社会见过的凶残场面已经太多了, 从来没有一次为之动容, 早已经司空见过案了, 只是除了那夜的巴黎夜总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